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于是接下来要讲到如何去认识出来你已经具有的这种喜乐 对于这一点我们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我们身体的部分 一个是心 所谓的身体 是我们需要把身体放松 如果你坐在椅子上的话 你就可以稍微往前坐然后把双脚是平放着插在地上 就是这样子平放着坐着 你可以把手放在这里 放在膝盖上 或者是放在你的两腿中间 也是把两手重叠 然后放在你的腿上 放松 不需要太紧绷 不需要太紧绷 然后保持你的肌嘴正直 但也不要太过 然后你的脖子是稍微往下收的 是稍微往下 好像就是你头部的重量 就这么放在摆在你的颈部上面 但是不要那么紧绷 但是不要那么紧绷 但也不要往向左向右弯 很多人禅修就变这样 那也许我想我要透过三种不同的文化来介绍三种禅修的错目姿势 一种是以亚洲的一个文化来讲 一个是西方的文化习惯 还有一个特别是属于西藏族的一个习惯 哪一个要先讲呢 是先讲西方还是先讲亚洲 我就先讲 那就先讲西方的 西方还是这样 他们的胸部稍微往前缩 然后还带着微笑 也许手还是这样子摆着 他们想宁静 他们觉得要开放 宽广 要保持清明 因为很多西方人认为 所谓禅修就是要让你的心变得很宁静 很平静 很放松 然后什么都不想 其实禅修的意义并不是说什么都不想 那至于亚洲的一些文化呢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很多亚洲的人认为禅修就是要专注 不可以有念头 要把心往内收舍 要很专注 那还有西藏的这个文化习惯是 就是你不知道该怎么样 就是也许是这样吧 也许是那样吧 就是所以头就往左右弯 所以于是呢其实脖子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稍微的往下收 于是呢你的后颈部这边就会变直 然后你的嘴呢也是保持自然的平时状态 然后你的嘴呢也是保持自然的平时状态 对于初学者如果你刚开始禅修 也许你可以闭上眼睛 你就好像要去睡觉一样的那样闭上眼睛 但你不需要很紧紧的闭着眼睛 有些人闭着眼睛会这样扎 就动来动去 可能远处的观众看不到我的眼睛 总之呢就是不要去紧绷或去 就是说紧闭你的眼睛 只是好像你要去睡觉的时候闭上眼睛那样的闭着 然后是正常的呼吸 放松你全身脸部的肌肉 还有身体的肌肉 只是放松 我们现在不是在做禅修 我们只是放松我们的身体 只是试着去放松身体 就是很自然的去放松 心也放松 不需要去做禅修 只是去感受你的身体 然后放松 然后放松 任何身体有什么感受都可以 任何身体有什么感受都可以 觉得如何呢 你们觉得你的身体是否有一些放松了呢 或者是觉得有点想睡觉 觉得身体有放松的请举手 好 好 那接下来呢 那接下来呢就是如何放松我们的心 但这都不是什么禅修 OK 不要去试着做禅修 即便你知道如何禅修 但现在这里也不要去修 先放下你所有禅修的那些技巧 在这里呢只是去放松你的心 那怎么样去放松心呢 就像各位是否有做运动 比如说跑步啊走路等等 有多少有这种运动的经验的 挺举手 好像也不是很多 好像也不是很多 how about making food 那或者是做饭 那接下来呢 做过饭的你举手 One time in life OK 可能一生都只有一次也可以 那接下来呢 啊 Good OK 就是当你在做饭时 很多的工作对不对 你先要洗菜 还要把所有的锅碗全部都集合起来 然后去切菜 然后把它混在一起 这放一些那放一些就很多东西 然后等待说是不是煮熟了呢 还是不是火候够了等等 之后会不会好吃呢 I cook this but my friends doesn't like or maybe they like they don't like who knows who knows 我都煮了 不过不知道我朋友会不会喜欢 不知道他们觉得这个味道怎么样 I wish they will be happy by my cook 你会想我希望他们能够高兴 是因为我的这一顿饭而高兴 you cook everything 然后于是呢 你就做完了所有的饭 you have to put it on the table 然后你还要把它摆在桌上 and the place you have a lot of walk 还有摆很多碗盘啊 很多工作 and all your friends come friend or family or whatever 然后总之你的朋友 或者是家人都来了 and they have a little bit 害怕 然后你还有点担心害怕 how is it 你一直问他们就怎么样 and every person how is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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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you are happy how is it how is it 你听到这里就很高兴 how is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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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n you fit a little bit not happy how is 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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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after finish eating you have stop makes full of meal 所以在吃过之后 你肚子里都是饭過 how is it but then you have to wash all the dishes 但你还是得要把所有的碗筷 又洗好 yeah you know put it Ned what it just I don't know弓气 but on mods you have to wash everything put it in different places 如果有洗碗筋 就要放在洗碗筋 没有的话就得要自己把它都洗好 再放回原处 那于是当你做完所有这些工作之后 那你肚子也是吃得很饱的 吃了一餐好的 那你现在其实蛮累的了 然后你会坐在一张出事的椅子上 你是这样去休息的 对不对 就是现在我们也要那样去休息 只是这样子的去放松 放松你的身体 放松你的心 但不要去做禅修 由于你并没有在做禅修 所以在这里念头是无所谓的 念头可以来 他们也可以走 来来去去 来来去去 来去去 然后你也可以说 欢迎你们来 欢迎你们走 你们去 但是呢 但是呢你仍然有着很大的一个休息在那边 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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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都是很放松的 那我们心的那种放松和休息就好像是虚空 念头呢就好像是天空的云 那些云呢它来自于天空但它也消融到天空中 所以你的心只是放松的在那儿 一点点放松 那就是一点点放松 不要过度的放松 就只是放松着 And from realization toth co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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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也可以大喘一口气也行 You can breathe in 你可以呼吸一口 然后就呼出去 And your legs 然后放松 OK Now breathe in 现在吸 Out 呼出去 然后就只是这么放松着 Close your eyes 闭上眼睛 然后正常的呼吸 然后正常的呼吸 But you cannot rest too long 但是你没有办法休息太久 It's ok You can rest your mind 这也没有关系 你即便只是让你的心休息放松几秒钟 那也行 You forgot to rest 如果你忘记了去放松 But you can rest again 那你就可以再回来继续的放松 Don't meditate 不需要去禅修 OK 好 How is it 觉得如何呢 Do you feel a little bit relaxation 你们觉得有一些放松休息了吗 How many of you feel a little bit relaxed Please take your hands 觉得有休息放松的请举手 OK Many people 很多人 Good Which one you like We just relaxing of body Relaxing of mind Relaxing of mind Just two relaxation Yeah 那么我们刚刚做了两个放松 一个是放松身体 一个是放松心 一个是放松心 You like relaxation of body or mind 你是喜欢放松身体的那个练习呢 还是放松心的这个练习呢 Body You like body More than mind 你比较喜欢放松身体 多余放松心的 请举手 You like relaxation of mind Mind all the body 那你喜欢放松心 多余放松身体的 请举手 OK OK Now Both 那两个 都 I will teach both 对不起 是我要教两个 How to both together 怎么把这两个呢 都合在一起 And for this First important is You have to Kind of life You have to feel Kind of life Kind of life Kind of life 所以对于这一点呢 是我们要感受到身体的一种 一种 放松 Kind of life Kind of life And this one for this You can If you have pain in your back You can use chair as again through your back Like this 所以如果说你的身体现在有些什么疼痛啊 不舒服的话 于是你就可以靠着这个背 或者是用一个垫子呢 垫着你的腰部 Chair you know 现在就可以靠着一背 OK You can again to the chair 所以你们现在也可以去靠着一背 But if you don't want also okay 如果你不想也可以 And just like your leg and feet And um 然后放松你的腿 脚还有你的手 OK Just breathe in and exhale OK 然后只是吸气 然后呼出去 喘一口气呼出去 OK Do you feel a little relaxation in your body? 你有感觉到一些身体上的一种阶级跟放松吗? 要没有 没有 Just in the body Just like that 这只是身体的部分 You know many You know太极拳? 各位知道太极拳吗? How many do you know太极拳? How many do you know太极拳? 有学过太极的提举手? OK Tai极 when Tai极move you now 我就当太极他在这个动作的时候 When there's a leg 当他们举起手时 You can feel the leg and hand 那你仍然能够感受到他手的放松 You can do that ok?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做 Send your hand up 比如说慢慢的把手举起来 Bang the legs 非常放松的举起 What do you feel? 你感觉到什么? Not like Not like 不是像这样对不对 Also 整个手背也是放松的 Feel a little bit like Like Trey leg And Kind of like Feeling also 那整个手背就好像有一种松松的 就是有一种松松的感觉在那里 那整个手背就好像有一种松松的感觉在那里 所以事实上这个练习呢 所以事实上这个练习呢 是身心都是同时一起去放松的 就好像就是把你的这个心呢 就拉回到身体上 就是只是知道说我有这样一个身体 去感受身体 然后去放松身体 就是让我们的身跟心呢就合一 这是很重要的 平时我们的心呢就好像在不知道在哪个地方 而是我们所有的气能量都往上 于是我们的风和的心就变得更疯狂了 就是想来想去巴拉巴拉的想 Jirikw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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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d Together with the body He also brought up 于是现在我们把心带回到身体上 于是我们的气呢也会向下沉 First we practice mind and body together Yeah, relax And secondly, just relax our mind 首先我们是身体一同的去放松休息 首先我们是身体一同的去放松休息 然后之后呢我们就只是心就是放松跟休息 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 Mind body together 是身体一同的去放松的 是身体一同的去放松的去放松 我有一个秘密 I told you that I'm going to tell you a secret 我已经告诉各位说 我会要告诉各位一个秘密 Now I will review my secret 所以我现在就要呢 去重复一下我的这个秘密 The secret is 是说 于是这个秘密就是 I didn't many of you know my secret 我想你们很多人 在这种很多人已经知道我的秘密了 How many do you know my secret? 知道我的秘密的人是请举手 Not many? 也不是很多 OK The secret Now I don't know if I tell you a secret or not I don't know this secret Maybe better to keep secret just secret 可是现在我也不太确定 是不是要告诉各位这个秘密了 也许应该把秘密就 真的把它留作就是一个秘密吧 Why? 或是谱个卦 谱个卦好 Should I tell you a secret or not? 我该说这个秘密还是不该说呢? Oh, I don't know if I tell you a secret OK I will show you a secret 那么我会告诉各位这个秘密的 That one is meditation 我们刚刚做的就是禅修 This is a basic meditation 这是一个基础的禅修 这是一个基础的禅修 It's a meditation with objects 那么第一个我们做的 放松你身体的这个禅修呢 就是属于一个叫有对劲的 有所缘的禅修 And the second is just rest your mind 第二个是我们只放松我们的心 Just finish after cook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在做完饭之后的 对不对 That is meditation without object 那就是一个没有对劲的禅修 无所缘的禅修 There's not any special object 那没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对劲 other than relaxation 那就是除了放松之外 没有另外一个对劲 Only relaxation 你只是在放松休息着 Your mind is here 你的心在这里 Self-en-Less 只是放松着 And this is very good meditation 这是非常好的禅修 But I told you that don't meditate 那我告诉过各位说 不要去做禅修 对不对 为什么呢 The best meditation We have to learn from without meditation 因为最好的禅修是 你要从没有禅修 无修开始学起 Without meditation is the best meditation 其实无修或者说不禅修 才是最好的禅修 So now we are learning We are beginning to learn We are beginning to learn The best meditation which is without meditation 所以我们于是在开始学起 这最好的禅修 这就是呢 不是禅修 没有禅修 So from beginning I tell you Okay now we have to meditate 如果从一开始我就跟各位讲说 Oh 现在我们要开始做禅修了 于是你的心就会变得紧绷了 But you cannot meditate 于是你就无法去禅修了 This is meditation 我想这是禅修是很特别的 这个很特别啊 我现在禅修了 Oh 念多了 不好 我不知道 禅修了 禅修 What is meditation 你会想什么是禅修呀 什么 什么是 什么是禅修啊 我多痛啊 所以你可能会变得更困惑 因此真正的禅修是 你不需要去禅修 一切呢 都好像是很平常的 很自然的 那就是有机的禅修 有机的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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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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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像这样吗 不 不 不 像这样 你不需要去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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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些三个禅修 第一和第二是很不同的 但是第一和第三是相似的 所以刚刚我们做的三种练习呢 第一种和第二种呢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第一种跟第三种呢 是很类似的 第一种跟第二种不一样的事 因为在第一种的练习时 我们是要感受到我们的身体 第三个练习也是我们要去觉知到我们的身体 于是说是一样的 第二种是说 你没有特别的身体 第二种是你不需要特别去放松或觉知到你的身体 你只是去放松你的心而已 我们称之叫做无所缘的禅修 当你这么样的放松 休息你的心时 你可以听到声音 你还是可以看到 但是你的心却没有什么执着 你的心不会紧绷 你的心是开放的 只是一种很快乐的 很放松的 很开放的 还有很多的 就是还有更多的空间 就是有一些空间 有一点放松 有一点放松 那当然不是那种很过度的那种开放 也不是很过度的喜乐呀 或者是一种宽广 其实就好像是很平常很平凡的那种 平常的那种状态 而在那里就有着快乐 那里有着喜乐 那里有着喜乐 你没有必须找到外面 它已经在你中心 因此这种喜乐呢 这种感觉是你不需要向外去寻找 而是已经与你同在的 这是我叫孩子的心 意思我说这样 这个就是一种 孩童的心 大概三四岁年龄的小孩 你可以把它带到 比如说博物馆里头去 那三四岁的小孩 他可以看到里面所有展览的 就是所有的东西 他就能看到 对不对 但小孩不会想说 这个多少钱 它是台湾制造的吗 或中国制造的 或美国制造的 他不会想太多 但你能够看到 可以听到 心是宽广开放的 就像这样 我们也有这个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基础的心 一个基本的基础的心 我有这个心 你们也有 人人都有 但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如何保持在那样子的一个状态 我们只是跟随着追随的念头 还有情绪 我们是追随的那个蜂猴子心 但是其实蜂猴子心并不是真正你的心的本质 蜂猴子心它只是在一个表面的层次 而在这个蜂猴子心的内在 它里面 却是有的宁静的心的 那是永远在那里的 它是宁静的 但是是非常的觉醒的 也就是它沉静临静 但是觉醒 那如何能保持在那样的状态呢 就是不要禅修 只是保持平常 就这样 没有办法去翻译 就只是这样放松 你可以看到 可以听到 但没有太多的一种概念 就好像那个孩童的心 但对于初学者来说 这样的状态非常短暂 可能是只有几秒 就没有了 就想到了刷刷锅 好 肚子又饿了 现在差不多了吧 没关系 放松 下大雨啊 我在想我怎么要去吃到那刷刷锅呢 因为现在又在下雨 然后再带回来放松 你是慢慢地 你就会建立起了习惯 于是你就可以更好地去放松到那个状态 于是你就能够开发增长智慧 你的心变得更清晰了 你的心变得更清晰了 因为平时我们的心里有很多垃圾 就好像你的电脑硬碟里面已经充满了垃圾的这些资料 所以已经没有更多的空间来容纳新的东西 甚至于可能里面还有病毒 如果你的心能够变得宁静跟平静 那么自然你就能够移除掉那些特色 所以也可以说呢 就是对于那些病毒呢 产生一种它自己本身的一种对质 自对质 如果有水 放水 into the water 然后转移 然后沙会出 然后沙会混合水 当如果你把一杯水里面放很多沙土进去的时候 你再去搅和它 于是呢 那个水跟沙土呢 就全部变得很混浊 都混在一起了 如果你把那杯水呢 就放在那边 不要去动它的话 于是自然而然的 那个水呢 跟沙土呢 就自然会分开了 沙土就会沉淀了 而水呢 水呢 就自然变得很洁净跟沉净了 就好像水晶一样 有些教的练习是人人都可以做的 即便你是佛教徒或你不是佛教徒都无所谓 或甚至你是其他的宗教信仰也没有关系 即便你没有任何的信仰也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这两天的课程呢 是针对所有的人 也就是即便不是佛教徒 就所有的人都可以来练习跟学习的 所以即便你是有其他的宗教信仰 但如果你能够透过这个练习让心更宁静跟平静的时候 而自然在你做你的修行的功课时 你去做你的祈祈祷或去体试 就会更有这种力量 更有这种前进性更能升起 这是一个基础的禅修的方法 那么至于呢 之后我们还会再讲到是 如何在各种面对各种情况的时候 或者是如何转化各种的困难跟问题 都成为一些禅修的方法 那是我之后会再教导听到的 Thank you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